六月份凤凰花开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高雄示范大学今年的毕业典礼 有一位国宝级的毕业生 她是玉具皇后王海玲 不但取得表演艺术研究所学位 更代表毕业生致谢词 即兴表演了唐伯虎点秋香现场辉豪 终身学习的风范和精神 获得在场诗声的热烈掌声 毕业生在校园巡礼 一路上接受亲友的祝福和贺喜 脸上洋溢着感动欢喜的表情 高雄示范大学举办107级毕业典礼 其中代表毕业生致谢词的是 国宝级玉具皇后王海玲 取得表演艺术系研究所学位 我以这两个成为 向同学们分享求学的目的 王海玲致谢词后 更特别激喜表演一段 唐伯虎点秋香的精彩演出 为典礼掀起高潮 曾经获得国内外无数奖项殊荣的王海玲 不但是台湾国宝级的玉具皇后 热爱学习的精神更令人感佩 这次取得研究所学位 为了感谢学校的栽培 特别现场辉豪写了《我爱高师》送给学校 由校长吴连赏代表接受 这一刻让王海玲既兴奋又感动 当然非常兴奋 开心 也很紧张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毕业典礼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的一个概念 因为之前你知道我八岁就进了剧校 然后就一直在从事表演的工作 过演员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一辈子都在舞台上 在戏曲里面追求着 所以我想能够更充实自己 那么我想再进到学校来 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 这样子不管是对我个人 以及对我们戏曲上 对预计界都是一个往上提升的 一个好的现象 吴连赏也勉励所有的毕业生 能以热情和坚持的态度 永续学习 进修最佳的管道首选 当然就是母校高师大 吴连赏也送给毕业生四个人身锦囊 鼓励大家结交易友 培养善尽本分的基本功夫 努力深化实践做人的道理 和会思考辨识非有教养 未来在面对各种人生问题时 都能够从容应对 港都新闻张世民黄澜君 采访报道